八九六四最大的教训 就当时八九六四太多人有幻想症了 幻想到了一种 上上街就能把共产党给灭了 怎么可能最后弄那么惨 杀那么多人 八九六四从今天看绝对不可能成功 绝对是个巨大的牺牲 不但牺牲那么多人 没让共产党给中国人民主 他连想都不愿意想 天真幻想无知 这比愚蠢还可怕 当我们看到这的时候兄弟姐妹们 这个世界上真的是这么危险吗 我再先重申一遍 一定是川普赢 不到1月20号举手那一刻你都不要相信 举完手以后你也不要相信 这个过程是考验每个人的对正义 对邪恶的认知 和对自己别人 一个正确的看待方式 你怎么看待赢 你怎么看待输 你怎么看待正义和邪恶 这个是绝对考验每个人内心的世界 当然最后规则是你对信仰 你是否有真正的信仰 到底有多大影响人类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这真是个终极之战 用什么话形容这一次的选举 对人类影响都不为过 任何你想不到的灾难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但是对我们爆料革命和新中国联邦 郭文贵绝对不会犯八九六四 和这七十年来中国人活在恐惧之下 精神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诸如这种灾难性的错误 我们很客观看待 对我们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绝对是最佳的机会 病毒是让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认识共产党的 所有在过去一年亲共的都将被历史淘汰 有多少人认真思考过 在这一年里边全人类全地球 就一个群体在喊着这是生化武器 会死多少人全球最大威胁 只有我们新中国联邦和爆料革命 到今天全世界的政府 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刚刚的推出 包括美国国家的安全报告 都采用的我们严博士两份专家报告 全世界谈病毒的时候 他不管任何人亲共者反共者舔共者 他们都得面对一个事实 他不能忘掉一个新中国联邦和爆料革命 他不可能不知道严黎梦博士 头两年有人说啊这个病毒是什么武汉事业史 非故意泄露 他非故意泄露还是故意泄露都不重要 他都是实验室出来的吧 只要是实验室出来是不是人造的 只要是人造的你故意还非故意 这已经不重要了 多快呀 短短的不到20天 人类上突然从来自自然 现在70的人认为 这是来自于实验室 7% 10%的情报部门 政府部门认为这是化学武器 这疫苗和疫情和病毒 接下来任何一个政治家 他只要做错一个决定 一切根皮 全世界政治家没有一个好东西 没有人去真正的替老百姓解决病毒 或者也没有能力解决病毒 那就让他们倒霉在病毒前 让他们通过病毒认清共产党的邪恶 通过病毒消灭这些贪嗔吃慢疑 长满满身的这些政客们 最终他会受到人民的审判 在过去这20天 我们更加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宗教界 企业界和你看到的人类上精英 中国人从来没像今天参与了世界上 这么大的事关人类命运的事 共产党压根就没有机会参与过 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 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了世界和人类走向未来 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政治经济和灾难事件当中 而我们是主角 我们救了多少人 救活了多少人 我相信没有任何组织可以给我们媲美 我们对全人类发出的警告 我们做出的贡献和奉献 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任何人能做到